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,科技创新突飞猛进,前沿科技突破,愈发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至高点。 中国已吹响创新发展的号角,首都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步伐进罗密骨。 在科技创新非凡进程中,在巍峨长城脚下,一座承载崭新历史使命的科技新城,怀柔科学城正破茧而出,比肩世界著名科学城冉冉升起。 怀柔科学城是中科院和北京市立足科学高点的战略步伐。 在中科院环绕科教产业园的基础上,聚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创新制高点, 强化原始和前沿创新能力,建设关键支撑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和系列跨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, 聚集国家实验室,打造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。 在十三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,与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同步,将开工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。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,建成后将是全球最高亮度的同步辐射光源, 能够全面提升我国前沿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。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,将建成世界上首个极、极低温、超高压、强磁场、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为一提的用户装置, 可满足多学科、多领域物质科学研究对综合极端实验条件的需要。 具有国家重大科技战略意义的地球系统数据模拟装置,也已落户怀柔科学城。 以大科学装置为依托,怀柔科学城还将布局建设材料基因组、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引发等一批千年交叉研究平台。 这些设施和平台,面向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创新团队开放合作,成为吸引世界一流科技人才和开展原始创新的新高地。 怀柔科学城,瞄准国际一流标准进行总体规划、空间布局和建设运营。 其一核四区的格局将构建一座遗毒、遗岩、遗叶、遗居的科学新城,微含面积41.2平方公里的科学城。 核心区拥有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多个前沿交叉研究平台。 在这个极具创新要素的强大磁场里,将不断释放原始创新火力。 围绕中国科学院大学,建设科学教育区,为科学城持续输送高素质人才。 科研转化区,推动科技前沿成果高效利用快速转化。 综合服务配套区,提供一流的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配套服务设施,打造高效便捷的交通设施。 完善怀柜与首都中心城区等地的道路建设。 批邻国际会都、中国影都、科技、影视、会议会展将实现资源共享、融合发展。 以托怀柜自然山水优势,建设生态保障区,打造绿色生态智慧人文科学城。 怀柜科学城因创新发展而新,未来也将把创新融入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全过程。 科学城将组建建设运营平台公司,建立由理事会领导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机制。 创新科研与成果转化的支持机制。 高水平科技服务体制和知识人才服务机制。 极具重大科技创新要素,抵住首都全国科创中心建设。 未来,怀柜科学城将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。 这里将源源不断地产生基础科学领域最尖端研究成果, 以爆发的态势从北京出发,走向全国,影响世界。